新手朋友在倒车时 因为判断不好车尾或者是车轮 以咱们障碍物的距离 非常的容易和咱们的障碍物发生寡碎 其实我们新手要想避免我们的车辆寡碎 只要记住一个技巧 我们就能坐在车内有效判断 车尾以后方障碍物的距离 第一步我们随便找一个障碍物 把我们的车停在距离后方障碍物 单十厘米的地方把它停好 然后我们上车 观察一下我们后视镜的情况 咱们可以看一下车哥的是 后方障碍物和我的后视镜下沿 那么此时我们的车尾 距离后方障碍物30厘米 而我的右侧是我的前车门把手 和咱们后方障碍物重合 也是差不多后视镜下沿的位置 和后方马路压子重合 我们只要记住这些点以后 那么我们再来倒车 是不是就能准确的判断车尾车间 那倒车时如果后方有车 我们直直的往后倒 只要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和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车 此时我们的车尾和后方障碍物的距离 就是30厘米 那侧方停车时我们是不是也是盯着后视镜的下沿 当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咱们的这个车库线重合的时候我们停车 此时我们的车尾 进入咱们的车位界 也就是30厘米 那么第四点 到车避让障碍物时 我们也可以看后视镜下沿 把我们车辆往后倒 只要后方障碍物的底部消失在我们的这个后视镜里内 或者说和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重合以后我们再打轮 这样啊我们的这个车轮就不会挖探到旁边的障碍物